今天呢我们六五零电台的特约大来宾是由汉哥点名的小赖同学 哈喽大家好我是赖万林 欢迎小赖同学 好那我们问一点常规的问题给小赖 请问你你是怎么决定要从事现在这个行业的呢 都这么烂的问题吗现在我们这个 我是去现价选秀了 两千个人里面就被带走了 哇那时候俩人都没选我 他两千个人选 就俩人要了那个 所以你从小就很喜欢唱跳是吗 你来你来你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是这样的 有一回我爸送我去学校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的白头发 就有点觉得不太不太对 因为因为我爸很晚生我爸四十岁生我 等于说如果走正常的这个升学渠道 我到大学毕业二十二岁 那我爸到六十二岁得供我这个所有的生活费家学费 当时我就觉得身为一个男人好像 承担一些个家里应该得承担一些钱 太慢了 太慢了 小赖 我看到我爸那根白头发当时想的就是 扒的 扒了吧扒 我给你扒 好 穷人你觉得在头发屋里面谁最烦人的 这个问题太好了就生动 现在屋里的人 你要说我们四个你就会直接受到肉体上的一些攻击 我最讨厌 我最讨厌汉哥 哎呀 哎呀 因为我觉得汉哥就是什么方面都太优秀了 我就是 哎呀我的 哈哈哈 给他掐了给他掐了给他掐了 谁不讨厌他呢 太无聊了太无聊了 没有那我说最喜欢的 嗯 其实我跟你说昨天我真的是 突然一下眼睛就亮了就有一个人在发言 就我就是雪芹姐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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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害死我了 你害死我了 就是你说那个 我太讨厌集体活动了 我从小到大我就不想干集体活动了 那时候我觉得 说出我的心声 等一下把你表达了 啊所以大家没有一个人喜欢集体活动 但是我说出来了 哦对 哎小蓝你等一下 哎 我们这个那个650啊新加了一个环节 哎 就每一个来的来宾呢 都要贴一条壁纸 哈哈哈 怎么贴啊 想怎么贴怎么贴 因为我们的斯洛根是别对自己要求太高 不是 纸在哪呢 纸在这呢 自己剪自己贴 哈哈哈 全自注 行你就这这这点这点就行 你把这个贴上吧 这是有点太一点了哈 哎就这么着吧 完事了 行吧 别对自己要求太高 我去收听节目去了啊 你好好播 谢谢今天小蓝来我们的650电台 接下来的环节 给我们三个为大家带来一段精彩的 talk show talk show 嗯 650radio遭遇重大播出事故 这净音了 音悠掉了 没有 让她先休息一下 650radio遭遇重大播出事故